大家好,我是紅仔,這裏 今期來到海鴨崩崩城精選三套特價 即PAT YAMA 其中一套是細積的高層單位 還有一套是可以做到明火的燃樓單位 實動已經是燃樓,交了線 適時就可以去收租、去日注 最低首期是可以做到八萬元 事比以遲,現在即時去看看 它們的燃樓單位又是甚麼情況 Let's go 好,我現在身處的位置就是實座的實體樓層 30樓頂樓的一個單位 身後這個就是43平方 它們的折後價錢真是非常之順 我們首先來看看這個精裝現樓的交付帖 因為實動這邊已經收樓了 即是交付帖就即時入住 沒有任何首尾 在我們門的後面 這邊就是它們乾濕分離的小樓盤的設計 包括勁面、小樓盤、座廁 其以及這個區域的空間 全部都已經整好 包括空間是可以的 相對於實動的交標 相對於之前的三棟六棟 衛生間這邊是有所升級的 然後在門的後面是做了一個開放式的一個除訪位 除訪位之外 這裡還預留了一排的櫃 即是平時放回械櫃 這個空間是夠的 因為它只有40樓 最多兩個人居住的情況之下 這個械櫃是夠用的 包括到時候油煙機、造台 這些全部都是一個交付標準 而且老闆的瓶牌 雖然是用電 但也是交給自己一個瓶牌的電器 這邊作為一個廳的設計 這邊到時候放回梳化 然後對面放回電視機 這陣子有一個空間 到時候你亦都可以做一排櫃 收納櫃是比較好的 那餐桌放在哪裏呢 這邊到時候會做雪櫃 餐桌放在這個位置 到時候你可以做一個收納式的 即是可以拉起來的那種餐桌 一兩個人用 剛好是比較OK的 這個空間到時候看自己去發揮 類似這些單位的話 目前租金的租金是1300元 這個單位唯一一個不好的點 就是會捉住整個主場 所以它的路台只有這麼小 所以它的價錢亦都會比之前的價錢便宜 如果你是投資收租來說 買這些單位是OK的 而且他們的景觀看出去 狗動之餘 對測全部都是一覽無二的 爛頭這邊的萬家燈火是可以看得到 現在他們的膠標全部都是用中空雙層隔音玻璃 然後這間房間 就可以放一個咪五床 採光度來說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邊是 這個潮氣是非常之光猛的 而且也是中空雙層隔音玻璃 類似這些單位的話 如果你不是度假自己用的情況下 選擇投資收租 1300元 是目前的市值 說回價錢 它的價錢亦都會比其他單位的價錢便宜了三萬多元 即是他們這個單位折後總價40萬 最低的首期可以做到百萬元首期 即是可以拿下這一套一房的單位 所以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可以聯繫上方的CALCO 和這套一套 這套單位是整個海雅 實動一房成得最高的壺形 所以有興趣的快點 差點時間聯繫這套 我們接下來去看另一個單位又是什麼情況 Let's go 我們現在來到第二個特價單位 這也是45平方的壺形 比我們先介紹的單位是貴了兩萬元總價 我們來看看 其他的格局壺形是一模一樣的 他們的朝向不同 一個是朝北 另一個是朝南 而且屬於低樓層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區別 有什麼不同 首先在露台方面 這個露台位 就會比較大了 三四十公分左右 然後這個第一個改變 第二個這邊是朝南向 望回是南投站 以及南投輕軌公園的一個站點 朝南向無遮擋 當然也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是蓋著大路邊 所以它是曹擇印會比較偏曹 這個就要視乎自己 視乎可以自受到這個曹擇印 其實還可以作為一個風窗的一個動作 把這個格陰效果再稍微去減化一點 你說完全去減化就完全是不可能的 多多一點 因為近住輕軌公園 多多一點都是有聲音的 我們看看這間房間 這間房間朝南向 所以它的採光度 太陽曬下來都是很輕的 這個就要看自己 到時候 這間房間一定是要做那個障礙布的 其次的話就是這兩個單位 在樓層不一樣的情況下 租金上面來說是一樣的 因為無論你是低內層也好 高內層也好 租金匯報一樣都是到1300元 價錢的話就貴了20000元總價 這兩個單位對比 平方的情侶觀眾朋友 你們會比較喜歡哪一個呢 一房間就會比較適合我們年輕人 包括剛剛畢業那些出來工作 情侶一兩個天不想擠在這麼窄的 公司宿舍的情況下就會搬到這邊 再加上商場年底或明年年初正式開業 到時候提供的崗位 在這麼多的情況下 租席這邊還有不有 租席空間就會大很多 所以大家覺得 這個單位四下二萬的價錢 是否值得呢 亦可以和Leo一起探討 OK 我們接下來就去看看 大三個特價又是如何 Let's go 好了 我們接下來就大三個特價單位 這個單位 竟然是可以做到面火的兩房 究竟是什麼單位呢 這個也是現樓 你交小錢就即時可以去收樓 在門的後面 到時候你可以做一排的鞋櫃位 在對面的話 就是乾濕分離的洗手間的設計 我發覺海雅的洗手間 那些競櫃做得非常好 因為它的收納空間是做得非常大 非常多 因為全面櫃 裡面可以做到很多收穫用品 包括它們的企業空間 五十八平方 這麼大的一個企業空間 亦非常舒服 你說這些單位 退休、度假亦非常適合 而這套單位最受 這邊的地區的觀眾朋友 或者是業主朋友都青藍 因為它五十四平方做了兩房 而且是橫天的設計 無論你是七租也好 或者是自己住 退休、度假也好 這些單位也是非常舒服的 在這個生後的話 就是可以做到面火的一個廚房 洗、切、炒是可成的 所以這邊的營氣爐、老闆的品牌 包括油煙機、窗戶 到時候就預留了一個雪櫃的位置 所以整體的空間是夠用的 這些單位的話 正常是住一家山口 一家四口有些窄 一家山口做得非常之好 對測這邊就是露軌房 這邊原本是一個大露台 在這裡鋼起來 這邊做了一個陽光房 類似這些單位的話 目前租的話 可以租到千百元 現在市值的空間 在景觀上來說 沒有什麼景觀看 但是比較開揚的 然後隔離這個就是我們的露台 將這個大露台分成兩個部份 到時候這條便要放回洗衣機 所以這個空間 装回衣櫃都可以 是沒有問題的 空間感是夠用的 我們最後再去看他們的主容房 主容房的空間 麥白的大床三邊落地 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飄窗位是沒有不到的情況下 看看這個彩光 這個望回出去 也看到萬家燈火的一個景觀 這邊到時候還可以做衣櫃 所以整體來說 現在的特價單位是比之前 之前的兩房單位的面積數 大概是五十四、五十五平方左右 這個的積數是去到五十八 但反而的價錢比之前便宜了 之前的價錢是去到五十二、五十三萬的價錢 而這個單位是去到五十萬 便可以成交了 所以現在的特價單位真的非常之順 看完上面這三套的觀眾朋友 你們會比較喜歡哪一套 首先第一、第二套就是細積的單位 它是偏向於投資屬性比較多 1300元的租金收益 而且它也是目前唯一一套實動高層的單位 以及一套低層五樓超南向 望回公園方向的 就是它們的一房戶型 目前很多二主朋友買下來都是收租為主 因為實動是一個新型的裝修 相對於來說,客人的租客反而是會多些 這個就是Crepit 第二個就是這個單位五十八平方 價錢和之前比是便宜了兩到三十萬元一平方 而且它也是可以做到名火 其他中間的戶數是做不到名火 有名火的話相信很多客戶都會比較喜歡 類似於這些單位租千八元是完全沒問題的兩房 所以除了投資屬性 這個單位目前亦會比較多 香港間方馬來西方退休、度假 下腳為主的一個戶型 現在的特價單位是三套 現在是可以享受一個國慶的優惠 最低是可以做到百萬元的首期款 之餘下兩年的物業管理費 以及家電大利包四件套 以及這百萬元的首期名額是有限的 所以先到先得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聯繫上方的car code和這日聯繫 我們公司週一到週日可以安排車到香港那邊 我們來這邊實地考測 現在所見到的三套單位全部都現成 現樓交了錢即時就可以收落 沒有任何首尾完全可以放心的 樓沒有10吋10米 但相信一定有最適合你的樓盤 我是熊仔溜 持續環節帶來中山最新的樓盤之心